拿到你给的传送舱了 我现在就来把双舱位安装了 我激活的核心已经拿在手上了 你搞定了我就给激活了 好了已经激活了 那接下来就是献祭了 先把炉子放出来吧 然后把无金矿给烧了 待会也可以拿来献祭 OK 炉子在我身上了 我来放 炉子我放好了 不过这次的金字塔真是穷 无金矿只有一个 我把它核心能矿都放进去烧了 等会再来拿上 接下来献祭一试马上开始 看看这个献祭物是啥 是虎泊 那直接搞起 先试试看手气如何 这种时候我对你渣渣的人品就表示怀疑 好吧 确实搞出了个垃圾方块 我再来 虎泊不够了 等稍后再看看要不要把虎泊盖给分解了 我现在直接来献祭物精的 希望运气好一点 爆出个厉害一点的武器 诶 我刚刚好像看到能量剑的影子呀 怎么突然就不见了 弹到哪里去了吗 我来用魔法棒搜集一下 啊 不见了 在我身上了 估计刚刚就直接弹给我捡到了 那你赶紧给我吐出来啊 还你还你 不就是一把能量剑吗 稍后比他厉害的武器多真啊 反正我得有把比较强的精湛武器防身才有安全感 我继续献祭了 要是能多搞一把能量剑就送给你啊 哦吼 还真被我说中了 大师兄 给你吧 别愣着啊 赶紧来拿上 好嘞 谢谢老板 看来你这次真是狗死运爆棚了啊 我来看看你能献祭出啥来 哎呦 新铜矿 还可以哦 琥珀换新铜 不亏不亏 我捡不起来了 你自己拿上吧 好嘞 看来我运气也还行 可以继续来搞起哦 你慢慢陷吧 我就剩两个武器而已 不完了 怕待会亏了 直接用它来制作一把弓弩好了 我老是献祭出命凶甲 都没啥鬼用的 哎 你敢说什么 就剩两个武器了吗 那别用了呀 可以制作火箭筒的 被我用掉一个了 不过火箭筒没有火箭弹作为子弹 也用不了吧 所以我制作弓弩还是明智之举的 我现在到金字塔里面拿点剑 弓弩就能用了 我现在就来把发射器里面的剑都给收花了 小伙子 我只能说你太年轻了 你想拿就拿吧 等会再给你好好上一课 呵呵 一把有子弹的弓弩 总比你一把没有子弹的火箭筒强吧 我已经拿了一组多的剑了 现在准备上去 看你要怎么给我上课 老板 我回来了 我还剩一个无精钉 还可以制作一把火箭筒 然后你要给我怎么上课呢 你把熔炉的赤岩钉烧了 拿上五个 然后就能把火箭筒制作出来了 好嘞 我已经按照你说的拿到赤岩钉了 马上就来把火箭筒制作了 很好 我前面不都说了吗 只要制作了火箭筒 像弓弩这种武器 直接会成为废品的 你还不信 都还没有子弹呢 这火箭筒才是废品吧 那你发誓一下 看看有没有子弹 诶 咋回事 我没制作火箭弹呀 不好意思 我的这种武器插件包 给他赋予了无限刺激的属性 所以你说弓弩是不是变废品啊 好吧 你这家伙故意坑我的 真被你给上了一课 早知道我不去拿电了 这能怪谁 是你自己一波操作猛如虎 我阻止都阻止不了啊 所以只能给你上上课 诶 你这火箭筒不对劲啊 我发誓以后 好像弹道跟平时的不一样呢 你说有没有可能 它具有跟踪效果呢 这么牛的吗 好像真的命中怪物了 我再去多找点生物试试看 来 那边有绵羊和狐狸 我看看它会跟踪谁 哎呦 怎么跑去打怪物了 火箭弹发出去以后 它会根据距离判断 哪个离得比较近 就会成为它的追踪对象 厉害咯 那这么说 我都可以闭上眼睛芒达了 离我们很近的话 可能也会把自己炸到 所以它是武器 有时候也可能是凶器哦 牛牛牛 实在是太好玩了 雨林的任务就告一段落了 接下来收拾东西准备走人了 大师兄 火箭筒只有一把 这把弓弩给你暂时顶一顶哦 也行吧 要不是你这坑货把物金钉给用了 我也可以搞一把火箭筒了 不过没事 接下来我计划去打杀虫 干掉它以后 就有一把新的重武器出现了 效果也是很炸裂的哦